今天再开一只蛹 这一只上次画蛹的时候 不小心搬动箱子 把它的蛹丝给摔烂了 重新做的一个 这只应该会比较小 通过声音也可以判断蛹丝在哪里 找到以后轻轻地戳个洞 注意别把蛹给捅坏了 贯穿以后直接用手 把洞口扩宽来 刚好能拿出蛹来就可以了 果然比较小 很短的脚 这个是它退下来的皮 就是左边这个幼虫 退一层这个皮就画蛹了 屁股后面这个黑黑的长条状的 是它拉的把拔 做好蛹丝还没画蛹之前 千万要注意别挖坏了它的蛹丝 要不然脚会很短 对比一下上次那只蛹 就比较明显了 你看它脚的一个弧度 跟长短 是不是差距好大 我们来仔细看这个蛹丝 它其实底部不是完全平的 它是有一个弧度的 这是最低处 所以是箱子的底部 就没有木屑嘛 另一头的话是它头的位置比较高 放回去的时候也要按照它原来头尾的方向放置 一般高的地方是头的位置 还有就是放进去之前 要把掉进去的木屑块给它先清理出来 再把蛹放回去 要不然会影响它后续语化成重 再放进去 再放进去 再放进去